对,忽然间大家就问我说你为什么改了 而我们 所以你有酝酿很久 眼神来吃饭 酝酿很久 算是有很久 所以心里觉得是什么东西让你想改名字 应该 我觉得那是一种内在趋力 也不晓得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让你想改名字 就是一定会有周遭的人说 你要不要改名啊 然后或者是 你就会开始看到我们这个名字好不好的讯息啊 然后以及 以及 你会很想改变 然后不知道从何改变起的时候 改名字吧 就是这种感觉 嗯 我比较多都是自己的 会忽然间对现状很厌倦的人 就会想改名字 对 那厌倦的原因有很多 像我的朋友就是 他被家族的事情弄得很烦 家族 对家族 比如说哥哥跟弟弟在那边吵架 增家产 他觉得很烦 然后他说 改名字好了 嗯 忽然间就 动了面头改名字 然后呢 那我就介绍我的姓名学老师给他 他有解决这件事吗 也没有 就觉得只是烦 心态就变了 心态变了 他的状态就变了 心态就变了 然后 然后 周遭的环境 好像跟他过不去的那些人 也忽然间 很忙 然后没有人有空跟他过不去 然后他自己也变得比较活泼 嗯 他开始觉得 很多事情他也不是 他跟以前的思维想法都不一样 我们今天是姓名学的推荐 就没有啦 改了是不是 没有 怎么会忽然间来这一套 唐老师的姓名学 是 我们欢迎 言亚伦 嗨 大家好 嗨 我们这里是综艺圈 我一Q工作人员就拍手 灌头 灌头音效 其实你们不用拍手没有关系 我们不会介意的 我们发自内心 因为太帅了 他自内心因为太帅了 嗯 好会讲话哦 真的 超会的 真的 琪琪有前途哦 你怎么新作 天蝎座 哈哈哈 Eric 你怎么知道 哈哈哈 因为我们都爱吃 哈哈哈 你也爱吃吗 爱吃 你也爱吃 嗯哼 可是你能吃吗 嗯 能 嗯 好今天今天亚伦 带来了上瘾水产的 寿司 成一片 我自己的沙拉 你自己的沙拉 你自己的沙拉 寿司米可以吧 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可以吃一点淀粉没有关系 好 以及 他虽然 在结实 但是他愿意贡献他的胃 的甜点 很厉害 这是亚伦带来的 这是你认为很厉害的甜点 我愿意为他增加体脂肪 哇 而且这个吃下去以后应该要多跑三圈操场 你也愿意为他多跑三圈 OK OK 那一定是很好吃的咯 他怎么说呢 他像他出这种迷你版的 嗯 这个是泡芙吧 这个是栗子 他是栗子 嗯 他是栗子造型的 他是栗子的 哦 线 然后做成栗子的样子 哦 有有有有有有有 他的味道是很有层次的 哇塞 不会死甜的甜点是最棒的 嗯 好 已经很多人上来跟 跟我们亚伦打招呼了 我来看看大家留言 看起来很可口 老师适合花衬衫 嗯 哈哈哈哈 有没有一种vangga的感觉 我是vangga出生的小孩 好 亚伦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從小就是住在萬華區 在那邊長大 我先吃這個好了 因為我們剛剛 雅倫很早就到了 然後我們就聊天聊得很開心 你看聊到我嗓子都啞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吃起來了 很隨意的吃起來 所以我們就何不直接開直播 結果不到9點就開了 因為怕那個食物吃到沒啞 沒錯 等到一開 這兩盤已經沒有了 那就不用剝了對不對 而且你已經進行到甜點了 這就是我們的錯誤了 會不會太快了一點 好吃 好吃吧 好吃 我知道你為什麼願意為它貢獻你的體脂肪 真的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杏仁片檸檬塔 檸檬塔 這中間的檸檬塔是檸檬塔 這是正常版的檸檬塔 這是杏仁片 然後這個 草莓 這個其實是我 那個余晨想要吃的 哦 這個還給他啦 好好好 這叫什麼草莓什麼 草莓粒什麼的 銀河歡 啊銀河歡 余晨 來個 來了 我們補一個別的口味的 謝謝 余晨是亞倫的親力戰友 YES 然後這個呢 是提拉米蘇口味的 好可愛 很可愛啊 它長得好可愛喔 讓人很有食慾感 嗯 它做成這樣一坨一坨 好像冰淇淋 小小的提拉米蘇 很可愛 好可愛喔 它賣多少啊 這樣一顆 那一顆多少 七八十 七八十塊 其實不便宜 不便宜不便宜 這是真果粒的 哦 這是開心果 好可愛喔 開心果的 嗯 現在人吃甜點也要看顏值 要喔 對 食物最重要的就是 要有食慾 買香先 對 藍莓 好可愛喔 而且 感覺上就是小小的 不會有太多負擔的感覺 對啊 所以你吃一兩個 剛剛好 如果你覺得吃不下 那就先放著 嗯 不會怎麼樣 因為它就是一口 其實就吃完了 是的 所以你覺得栗子好吃嗎 好吃 我的栗子在這裡 然後這是我們的生魚片 有鮭魚 鰹魚 還有什麼魚 鮪魚吧 這個是鮪魚 這是鮪魚 這應該是鰹魚吧 沒關係 這是魚嘛 就是魚嘛 一般生魚片的魚嘛 對 不用那麼講究 嗯 噢 這個 天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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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平常看不到亞倫的這一面 天哪 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 你回到了天蝎座 本 本來的面目了 這就是天蝎座 只要吃就很幸福 你看這裡面還有 例子 喔真的喔 我沒有吃到下面 我把它咬一口 我來咬一口 好吃 是不是 我們旁邊工作人員都贊不住口 因為他們也有在吃 感恩 真的好好吃喔 我們今天不是要來聊這個 沒有設定話題是不是 我以為 没有设定话题 没有设定话题 我们要聊什么 你这次回来台湾会待多久 这次待比较久 大概会两三个月左右 所以这两三个月 有安排很多活动 还是说你就是很休息 会安排一些活动 因为你出EP了 以亚伦的个性 我来猜想一下 你一定很不耐烦吧 怎么说呢 怎么会呢 没有我们是天蝎座 我们走的是一样的运 所以我们就会一样的起伏这样子 是 所以我们最近一定会对某一些 我们没有那么喜欢做的事情 有点不耐烦 我要澄清 我喜欢唱歌 我不是说你不喜欢唱歌 你一定很喜欢唱歌 不然你不会出一批 你一定很喜欢演戏 因为你在演戏当中走到乐趣 所以你会演戏 但是周边的事情会让你不耐烦 比如说要有一些官方说法的事 或者是要尽一些很奇怪的义务 讨厌的人你也要去跟他博那么好 没有啦 现在没有讨厌的人 哇 够官枪了吗 这个官枪应该会保留两次 天蝎2.0 天蝎目前没有要2.0的意思 但是我们会经常被外面的事情给 就是 外面的事情会奇怪到一个极致 然后以至于我们会愿意改变 外面的事情奇怪到一个极致 比如说 你一直在忍耐某些奇特的要求 然后可是忍耐到后来 那个人就可能会认为理所当然之后 我们就会翻脸 对对 这个是一定的 这个是绝对翻脸的 那这就是未来一年我们会遇到的事啊 是吗 是的 奇特的要求 因为天王进 今年我等于是进到我们的合作 你有近期有遇到类似的事情吗 我近期的感觉就是 有非常多的case涌进来 然后千奇百怪 需要我们去应对的事情很多 那本来天蝎就不是很擅长应付人际关系 因为天蝎太直率了 不是想不想应付 就是如果来就想真的 真的是投入的 去对待对方 但是发现我们没办法 每一件事情都这么投入的时候 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很 有点烦 知道 对 真的想要把每一个事情 我们对的每一个人呢 都是很真诚跟投入的 去对待的 所以亚伦你知道天蝎座需要学会一件事 什么事 释放 比如说 你很不会的事情 可是总有一 可是 可是这个事情又是冲着你的名号来 对方也是充满诚意 只是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投入 跟花时间给他 那我们就最好有一些工作人员 或者是合作的人 他很擅长这一段 他又懂你 然后他又能够帮你把那些机会顾好 余晨 余晨什么星座 射手 哦 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吗 射手现在运气比较不好 哈哈哈 所以OKOK交给他 因为这就是他的运气不好 哈哈哈 解脱了 哈哈哈 你就因为他的压力 那就对了 他就对了 哈哈哈 今年运气好了 这星座有哪些天蝎座算吗 天蝎座算啊 算了 水象星座运气都很好 嗯 巨蟹 天蝎 双鱼 嗯 所以昨天的那个毕书镜 他是巨蟹 嗯 我觉得他的运就越来越好 嗯 越来越好 我们是天蝎嘛 你有没有觉得运气好的地方 有 最近有 你有感觉了 最近有一些 多年来一直想完成 但是却有遇到很多阻碍的事情 突然之间就忽然开朗 波云见日 大概从哪个时候开始 从17年的下半年开始 10月呢 10月是一个点吗 去年的10月 4个点 是吼 4个点 嗯哼 那时候木星就进来了 而且 就是出不意料的顺畅 顺畅到我觉得这是做梦吗 对 不是说排便的顺畅 喂 哈哈哈哈 我们在吃饭 对不起 对不起 孩子你在想什么 对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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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我去年10月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顺畅 顺畅了 哎呦 哎呦 是能讲的什么事吗 没有就是呃 那个微信公众号这个东西 然后有一个团队要来跟我合作 就是平白无故多了好多支援 就是来来支持你 嗯 而且还希望你的粉丝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他们就来先做这个事情 他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嗯 他就愿意为我做这些付出 对 所以我们天蝎座现在有这样的好运 但是 你有 你可能有两个反应 一个就是好烦哦 多了一件事要做 第二个就是其实感恩 哎 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机会是很难的 像你刚刚就是很感恩的反应 是 那 你的反应也是感恩 就是会有对的人出现 所以有贵人 贵人有 有 有 其实我觉得身边的人 都是贵人 很好 真的 能留在你身边的人应该也不容易了 哈哈哈哈 我是天蝎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以为跟我们工作很容易吗 可是我很惊讶 你有一个好partner 也是天蝎 天蝎有办法跟天蝎长期的工作吗 可以啊 有啊 哈哈 没有 怎么那么一下 你是说起起啊 对啊 起起起 因为我会称赞他 就是当他 做得也不是很好的之后 我也会说 感谢你 没有做得太差 哈哈哈哈 只有一点点 你好委婉哦 对 你好委婉哦 你怎么做到的 是 我学会了 哈哈哈哈 因为一直把员工逼走 也不是笨 哈哈哈哈 你家有训练吗 哈哈哈哈 琪琪你以后也会当主管 你听好 我们天蝎座呢 也没有别的什么缺点 我们只是很讨厌人家笨而已 所以 就很聪明的人 在那流下来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耐性 同意吗 非常同意 天蝎没有耐性 真的没有什么耐性 所以我说于晨很不错 于晨是 他他就是一个 不会放太多事情在心上的人 就即使我念完他 射手射手 他就对 没错 很乐观到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乐观 乐观 对吧 开朗 开朗 慈爱 有姑娘 慈爱 我觉得射手 射手有这个特质 射手有这个特质 他们如果告诉你说 没关系没关系 你要相信是真的没关系 是吗 但是 你说射手 他完全不记仇吗 那不 天哪 他在说没关系没关系的时候 他也在拼命的告诉自己 我要 我要真的没关系 但他们心里 潜意识会有一些 可是他们的没关系 很 我看得出来啊 但他不像我们 我们天蝎座一定是咬牙切齿的说 没关系 但他们不是 他们是出事真心的没关系 他们也希望自己放下 但他们的委屈没有长得很好 嗯 那一定要很委屈才行 哦 对 所以你常常很委屈 有没有 余晨 哈哈哈哈 你看当我们的部下有多不容易 我一天到晚淘汰琪琪 你一天到晚淘汰余晨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由哦 起起 好 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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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起起 平常会帮你做什么 哦 他帮我照顾我的微博哦 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 很需要助理 他自己应该很不喜欢做这件事吧 不会呢 我觉得天蝎座做 如果这是我分内该做的事 我们会做得很好 哦 但是 微博不是我们自己分内应该要做的事 有有有有 但是他要帮我每天po十则 十则就已经超过我的能力 所以需要他帮忙 没有啊 其实我要讲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在做这件事 就是我有交给他们做 是不是最近很倦怠 就是有一对 我觉得 有点不想说话了 对 你很久没有放炮了 怎么了 或是规定你不准 还是你自己不想 我不想了 我不想了 不想不是说我不关心 是我觉得那个那个能量太 让我没有办法承受 嗯 就是 想说的话太多 反而不想说了 嗯 是不是 对啊 而且 能说的或 不能说的也都说完了 嗯 说的差不多了 说的差不多了 那我也确实是 也感受到有一些 人就是想改变 那你就 勇敢一点 你怎么了 勇敢一点说吗 哼哼哼哼哼 没有 就是我觉得 竟然是挺甜蜜的 就这样 我觉得我已经做到 我也做出 做到我 超出我该做的事情 很多事情这样子 但 能不能有一些后续的 大家一起 去响应或去支持 或是去 大家去思考 这就不是我能控制 你到底是在讲 产业还是公司 还是台湾 产业都有 都有 对 你算是爱自身 责之切的类型 其实对啊 因为 台湾产业 产业 台湾的人文嘛 我们刚也在聊 人文真的是 一个我们 很能够去 发扬光大 或是在这个基础点上 去做 延展的一个事情 就是明明有一首大 好牌 对 然后为什么打成这样的 感觉 对啊 就像在玩大老二的时候 我们明明拿了四只二还会输 满大老二啊 啊 对对对 我拿了四只二还会输 对啊 哈哈哈哈 我现在在玩 你懂吗 懂 就觉得 怎么的 嗯 即使我们 早就没有四只二了 已经说完了 那你来从政啊 现在很流行 不要 化外之民来从政 比如说医生 像柯文哲 比如说商人 像川普 然后演艺人员 有余天了 哈哈哈哈 算了算了算了 余大哥了算了啦 对算了算了算了 而且那个谁 也宣布要参选 谢和贤 也宣布了吗 有吧 我没有 我最近没有在注意这个新闻 他有说他要参选啊 对他是另外一个火爆 他是不是选 南投的 立委是不是 嗯 还是议员 忘记了 反正 我觉得也不错啊 也不错 嗯 来一点刺激 来点改变 你并不会想 我不会 我其实觉得不适合天蝎 从政不适合天蝎 真的 我们会死得很快 看了很多影集 就发现 是里长 哦里长 他要选里长 不哺里的镇长 哦 哺里镇镇长 好酷哦 他好可爱哦 他想而已 他想 但没有确定 嗯 哦 我觉得可以耶 嗯 就是 去玩玩看 他力气很大耶 力气很多 里长很 镇长应该也蛮忙碌的哦 没有 因为住南投的人都知道 其实 南投这几年没有什么太多的 太显著的 进步 嗯 有啦 有那个 所以如果你很关心那个地方 你就会想要推动他 是这个感觉吗 所以他算是很想推动他 他应该是蛮 蛮愿意去做的啦 嗯 毕竟他的家在那里 嗯 那我自己只是外婆家在那 哦 然后每一年的过年会回去 嗯哼 对 然后看了好几年 今年稍微有一些道路就是有 铺好 嗯 然后通往那个沙雕的那边的那个 产业道路 观光道路有稍微做整理 这样子 嗯 对 南投很棒啊 南投很棒 南投真的很棒 嗯 南投的水跟南投的气候 嗯 而且南投可以通向所有的山 嗯 嗯 也通向所有的平地 他是不是内地嘛 对 他是我们的郑中心 哈哈哈哈 对 台湾的内地哦 对我们的内地 对 对 郑中心 我们去清津农场也会经过他 嗯 对不对 去日月潭什么的 我日月潭很棒 很棒哦 我现在我就有到了一个很想去这种山林跟山民水秀的地方走走的一个状态 那这两个月又去走走咯 这两个月可以啊可以 对不对啊 嗯 我才又从富士山回来 嗯 然后我再去了 前前后去了三次还是四次 嗯 然后就有人问我说你去这么多次富士山干嘛 我就不知道 我就是盯着那个山我就觉得心情蛮好 嗯 嗯 富士山还蛮有趣的齁 就一颗山在那边 对 然后大家就是为之疯狂这样 嗯 永远能看 因为你长得很特别啊 长相很特别 对啊 最近真的很流行就是看脸 你对于大家看你只看你的脸这件事情会不会觉得很烦 不会啦 也不会啦 这是我的命哦 哈哈哈 改变不了 那你会想改名字吗 会 我不会想改变太多的名字 我只是觉得我好像想要用我自己的本名跟大家 我赞成 见面这样子 我赞成 因为我觉得这个 尼亚伦三个字好像很多的 包袱 很重 跟很多的过去 跟有些 算是不愉快吧 也没有不愉快 他就是 因为 尼亚伦这三个字 我先跟你讲我的感觉 我觉得尼亚伦这三个字就很像漫画人物 嗯 那漫画人物就是2D嘛 就是 不是真实生活当中 所以你就必须要非常完美 永远都是很OK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你要压抑你的真实个性 嗯 就是在这个名字之下 可是事实上你已经突破了这个名字了啊 对 我也是这种感觉 所以既然已经突破了 然后你就可以 可以走出这个名字了 然后你刚刚说你要换回本名 你不是在取一个新的 没有 是做回你自己 就是对 那就对了 对啊 我也是这样跟我们公司说 可是你的身份证就是本名的 对 就是本名 对 只是说现在艺名也要用本名 对 OK 唱片公司答应他吧 哈哈哈哈 粉丝都很喜欢的 真的假的 粉丝很喜欢你的本名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你的本名了啊 对啊 因为近年来只要打颜亚伦三个字 下面就会说颜亚伦 本名无跟零 哈哈哈哈 真的真的 第一句话一定是这样 就是大家都在帮你宣传你的本名哦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集体共识 集体的潜意识 大家也知道 你已经不是颜亚伦了 好像是这个感觉 嗯 你已经是另外一个人 而且那个人就是你的本人 你的本人已经呼之欲出 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私密一点 所以我通常还是以我自己的角度去感受 就我不太会去管别人怎么想 嗯 那我现在代表的就是别人 就是外面外围的人的感觉 可以可以 我想听你的感受 这样子 所以我的感受就是 其实你已经是你本人了 嗯 然后 大家 并不会那么不接受 然后你就可以再用本名的状况下 把颜亚伦这个角色引渡到你的真实生活当中 嗯 然后你就是你的本人跟颜亚伦的融合体 常常我也 常常我跟朋友聚在一起 他们有时候就故意叫我的艺名这样 我们就觉得 浑身不自在 而且越来越不自在 对越来越不自在这样 嗯 这就是一个sign 这个就是你该改变的时候 我觉得人 对啊 很妙的是 我觉得我都有一个sign在告诉我 嗯 诶 你好像该做一些改变 或者你该 该休息 或是你该 呃 上行八条 都会有一个 一个事情来推动你 对 这代表你的天线蛮敏锐的 嗯 诶 对吼 你的月亮在双云 对啊 所以你的天线是很厉害的 直觉 还有感觉 对对对 讲到第六感 我今天 才有人问我说 你有沒有成功预测过地震这件事情 哈哈哈 是谁这么白目踩你的这种啊 哈哈哈 谁啊 那我还真的跟你讲 到底是谁跟我在 脸书上 我的私人脸书聊天 还是怎么样 诶不对 是不是在装靶的时候聊的 反正我们就一群人在 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突然神来一笔说 我说两天之后 嗯 台湾一定会 有一个不小的 地震 然后而且是在花东外海 然后就 两天我的震 我想说哇塞 发生什么事啊 哦你好厉害耶 真的我不骗你 我真的是 想到现在我还是有点 不太敢相信这件事情 好你现在有什么直觉 我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现在真没有 现在真没有 但我要呼应你的准 他刚刚 你刚刚一坐下来 我们你提早一个小时就来了 我们提早一个小时就来了 严雅伦一坐下来就跟我说 你这个还会做多久啊 你是不是已经快要不想做了 我就这样看着 我就这样看着 严雅伦我说你 你怎么知道 其实 经纪公司有告诉我说你不要讲 嗯 但是 我因为木星逆行的关系 我真的不骗你 我忽然震情 我忽然间在想一件事就是 其实我知道我的粉丝 他比较想要听我讲星座 嗯 然后这种对谈 有时候就要看来宾 对 大家喜欢这个来宾就会来 这样子 那我也不是在做节目 我也并没有什么访谈技巧 或访谈大纲 有时候大家就是有空就来 这样子 你一直在 你一直在把自己 拉在一个中间 就是你不要太过于好像很say 但你也不能太随意的这个状态 你其实是有一点点感觉 自己有点不想要这样 在控制在那个中间 是的 有点累累的 累累的 然后 而且我也常常在问我自己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又不 又不靠这个赚钱 你懂吗 我也不收费 来的人其实也是很奉献的 然后 我到底要把它做到什么程度呢 我觉得我已经差不多了 大家的兴趣 或大家对这件事的感觉了解 也到一个程度了 所以也许我们的直播餐桌 就不会再继续下去了 可以想想新单元 大概是这样 这是我的OS 你知道吗 你一来就把我说破了 你很厉害耶 感受 感受一下 所以你到了一个地方 你就会对那个地方有感觉 到了一个地方 到看人吧 看人 就是你也不是对每个人都很有感觉 那也不一定 那 那个 预测的地震是因为 人家丢这个问题给你 你就开始打开你的天线 是这样吗 没有耶 我不知道突然神来一比 我就是觉得 非常有感觉 好可怕 你知道现在预测地震 是会被罚一百万的 真的假的 哈哈哈 因为你没有公开说 所以没关系 你只是跟人家聊天 我是真的是聊天而已 是是是 千万不要预测 经验分享 我是傻眼 怎么可能 就刚好对了 而且确实就是两天后 然后就是花莲外 对 花端外海 不知道往哪边这样子 好可怕 很可怕 后来我就说我还是不要亂讲话 真的 对 蛮可怕 最近还好吧 最近很好啊 最近蛮好的 半个月都不会有地震 哈哈哈哈 再问我这个 这个问题 不知道欸 如果前阵子在预测的人 应该很准啊 因为甜点几乎都有 嗯 对不对 那一阵子就是蛮痛苦的 大家 很平凡 看一下大家 对你要说的话 啊他们说你刚刚吃那一口很豪迈 你说甜点啊 这个 哦这个啊 嗯 壽司很豪迈 好吃啊好吃就豪迈一点 然后咪咪讲在外面跑来跑去是在寄鱼生鱼片吗 应该不是 她喜欢鱼是不是 她喜欢鱼的罐罐 嗯 但是 嗯 生鱼片她没吃过 所以她是一个谨慎的处女座猫咪 所以她不会去吃她没吃过的东西 你 提拉米酥好好吃哦 天哪 提拉米酥 吃掉了 啊还有 啊还有哦 我有多买好几盒 有吧 哈哈哈哈 谁吃的 你不介意吃我另外一半 天蝎是另外的天蝎 七七 欸为什么我们想吃的都一样啊 天蝎 很烦耶 天蝎 哈哈哈 奇怪耶 亚伦说我不介意的话可以吃 她吃的另外一口 我当然不介意 耶 你看这是她咬过的 后面在笑什么 哈哈哈 后面要 后面要不要吃 要不要一起吃 拿一些给她们 我们先吃 他们也没有会 不会跟我们客气的 我虽然刚吃生鱼片 然後我們就滾著吃 你不要講話 因為它有粉 好 我不要講話 我怕你嗆到 不會 我要跟姚倫和吃一口 吃對不對 我幫你消掉另外一個熱量 另外一半的熱量 今天沒有要解脂 我們今天如果很喜歡這種 其他米蔬這種creaming的東西 還有栗子 然後我告訴你 我很喜歡檸檬塔 都一樣 這三個是我今天主要最想吃的 你怎麼一樣耶 真的耶 天天的口味是一樣的 而且 如果 吃蚵仔麵線 我比較喜歡大腸 你呢 大腸 大腸 老闆雷碗大腸 大腸麵線而不是蚵仔麵線喔 我不曉蚵仔 我有被雷過蚵仔 那個太白粉太多 然後會不是很舒服 我不喜歡它太 對 通常蚵仔麵線加了都會加太白粉 不知道為什麼 你能不能直接一顆呢 對啊為什麼 是不是會太熟 而且會很小 而且有的很小顆 所以我就想你說的不要踩到地雷 踩到雷就不想吃了 因為如果是蚵仔煎 它的蚵仔就一定會強調它的肥美大顆新鮮 那在蚵仔麵線裡面它就不會強調這個 所以踩雷的機率就很高 會不會是烹飪的過程必須要讓它變那麼小顆 還是要沾太多 沒有沒有 不是 它可能就 那是很周邊的材料 它只是備料 所以它可能放在那邊也久一點 所以它一定要裹個粉 讓它飽住 對 那你就只好吃一些有的沒的 大腸比較好吃 沒錯 那你會想加辣椒嗎 而且大腸就是 大腸就是乳越久越好吃 我一定要加辣椒 一定要加辣椒 而且如果是會太鹹的辣椒 我就不加 我會加我自己帶的 蛤 自己帶的 哪裡 張軍定上次還送我一罐柚子辣椒 它只有辣 它不會有其他的味道 譬如說不會讓你變成鹹的 也不會讓你加了有的沒的味道 那個很棒喔 我上次去 你去 你常去日本嗎 你可以去買 它是在日本買的 嗯 我的柚子辣椒在哪 柚子辣椒 我去拿 張軍定送我 你在哪兒呀 對對對對對 這個好 喔 我知道這個 這個 我知道這個 我知道這個 這個很厲害 這很厲害啊 但我不能送你喔 因為我只有一罐 哈哈哈哈 我再愛你都不能送你喔 不好意思 你要怎麼偷回去 哈哈哈哈 這個 你們有誰有管道可以買啊 這個 嗯 這個 對啊 可是 因為他沒有寫牌子啦 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裡買 他說 他就買了 一口氣買了好多瓶 你要加哪裡 對 對 這個不能加 我幫你加在檸檬塔上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拜託 哈哈哈 真的不要 對啊 我覺得我們 某些星座的口味是很一致的 嗯 我們現場有雙子座嗎 有嗎 現場 雙子應該蠻喜歡吃水果的喔 這邊只有天秤 你是什麼 金流 牡羊 牡羊喔 牡羊喔 牡羊是不是今年 不太好 不太好對不對 嗯 講別人星座不太好 很開心 哈哈哈哈 牡羊怎麼個不好 說說看 失戀 沒有 沒有 好逞強喔 他說沒有 什麼 被拋棄 被搭檔拋棄 被搭檔拋棄 呃 那有沒有老闆的問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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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問當然沒有 哈哈 我們老闆有在看 哈哈 爸爸媽媽健康還好嗎 很好 很好 那他們應該不是牡羊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貼哪一個星座 沒有 沒有 那你上身是哪裡 上身 巨蟹 巨蟹喔 哦 巨蟹還不錯 巨蟹救了他 巨蟹不錯 欸你就是上身巨蟹啊 我上身也是巨蟹啊 所以你今年有沒有感覺 巨蟹 感覺運氣很好 所以Double好耶 我 我不要說運氣 就是真的事情就是 能讓我去努力能夠得到 嗯 這個我覺得不是運氣 你戲拍完了對不對 而且我聽說你 拍得很好 就那個戲的品質是很好的 我覺得我 剛好遇到了一群 願意奮鬥的導演組 然後還有公司 那個製作公司 他願意讓我就是 針對劇本去做一些調整 嗯 比如說現場可能 場景的布置或是道具 他讓我覺得 欸可以再更好 他願意 他願意聽 他願意去調 然後就覺得 哇很感動 這是難得可以遇到這樣的人 我沒有想到 因為拍這麼久的戲 你要遇到這樣的人真的是 你要 你真的是很感動 要燒香拜拜 真的 我覺得我是不是上輩子做什麼好事 是是是 到這程度喔 是是是 真的不誇張 所以他們是聽你願意聽意見 互相交流的 嗯 然後這個導演也讓我 在拍打戲的時候 感覺自己好像很厲害 嗯 會稱讚我們 會肯定你 沒有他拍出來一個 他讓我看的 哦 就是也真的 就我也讓我相信他 然後我們兩個互相 就像真的是在 一起完成一個作品 那種感覺 那種氛圍真的很好 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因為天蠍如果 處在一個不能信任的環境裡面 對他會很不自在 會不自在 因為我們也會擔心 我們的權情付出 然後會被你弄成什麼樣子 對對對 那我不付出又不行 嗯 那會卡住 那導演也很可愛 就是他每次 因為他也很用心 然後他每次拍完的時候 他就會說 欸 雅倫妳來看一下 這樣 這樣 這樣不這樣 帥不帥 好看吧 可以吧 嗯 然後就覺得 就是要有這種熱情 你才能夠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 沒錯 就是要有這種熱情 對啊 今年是水象的年 那麼 明年呢 嗯 明年我們就不管了 就不是 就不管了 就到2018 大家不要再 對 雅倫現在的愉悅的感覺 就是明年火象星座愉悅的感覺 哦呦 嗯 所以火象星座可以準備接招了 牡羊獅子射手 所以我們 我們水象現在要開始巴結火象 哈哈哈哈 不用巴結欸 嗯 不要践踏就好了 哈哈哈哈 所以牡羊座你很好 OK的 明年1919 也不用等明年 其實他們的運 從今年大概 八九月就慢慢的開了 哦 然後十一月以後 木星就進入火象星座 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會產生像我們這樣愉快的感覺 嗯 機會也打開了 門也打開了 這樣子 哦 就你會在這樣的運裡面 遇到很棒的劇組 嗯 那那個戲什麼時候上 也許 年中吧 中間 嗯 就是大概七八月 不一定 嗯 嗯 嗯 可是你現在先出EP了 對 又回到歌手的身份 對 會習慣嗎 切換 歌手啊 可是歌手 我覺得也蠻好的 就是讓我們又回到就是 嗯 有機會接近你的一個狀態 因為老實說你演戲的話 我們要等戲上了 我們才能夠接觸你 而且接觸的其實是戲裡面角色 或是真正的你 歌手有一點點 就是他既是你 他又不是你 因為他是炎雅倫 對 我今天做歌手最大的一個 一層魔就是 我還是炎雅倫 這個三個字 但我沒有說我 不喜歡他或怎麼樣 只是他對我來說 已經不太像現在的自己 嗯 嗯 好啦 那吳庚林你今年的新計畫是什麼 我的新計畫嗎 嗯 你的 你的新計畫 如果你可以規劃你自己 我想跟一群 熱愛戲劇的人一起做戲 你要當製作人嗎 嗯 你會想當製作人 然後就是你要盡量把控他的品質 怎麼做 對 那你一定要換名字嗎 一定要是不是 一定要 因為那個會更拿出你個人要的東西 嗯 所以就是自己的個性會出來 而且這也宣告你等大人 有欸 我其實一直覺得等 有感覺是 不要說等大人 就是 踩到了另外一個 一塊地 一塊不一樣的地 然後等著我再去探索 嗯 我覺得我現在所處的這個 所在的環境裡面 我好像已經 做到極致 是 是 差不多就是 好吧 再過三年又發個EP 再過一年又拍個戲 嗯 就這樣子 嗯 然後今年你會特別的想要做一個 你能掌控的 你想做的事情 就是做一個戲 我想要來 生產 嗯 我想要 我自己的故事 或是 別人的很好的故事 我想要把它 呈現出來給觀眾朋友 嗯 這是我們天蝦現在要做的事情 沒有錯 嗯 你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嗎 想什麼 不要再寫一版了嗎 沒有 剛剛在講生產這兩字 嗯 我就一直在想 我是不是也要開始做一些屬於我的商品 生產 你的商品 除了心象書 還有你想做什麼 我不知道 我好難好難找 我 我唯一做過的一個商品叫做年曆 就是那個 嗯 那叫什麼 那個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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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帳 日誌嘛對不對 因為我日誌上面就會寫說 今天剛好是什麼 心跟什麼心怎麼樣 嗯 它跟沾心有連結 那其他我就沒有辦法 一直到現在十年了都想不出來 我適合做什麼商品 我最近有一個想法 我做吃的好了 哈哈 完全可以耶 哈哈哈哈 因為常常會被問到一題就是說 如果你不做藝人你想做什麼 我都會說當初始 嗯 天蝎的志願 我們應該會把自己把食材吃光吧 哈哈哈哈 這樣好嗎 這樣子好嗎 我就說真的 而且我們的餐廳裡面一定會有一個位置 然後我們自己很享受 然後店不賣錢也沒關係 這樣好嗎 那不行 我們只能做生產的角色 但賣出跟去宣傳要交給別人 我一直都覺得這樣 OK 所以你如果不做明星你就會去做吃的 我其實因為前一陣子明星的話題很熱嘛 啊哈 就我其實也很關注這些餐廳 嗯嗯 其中有一間叫做金棚來的 嗯 就在你們那裡啊 太好吃了 真的嗎 很好吃 我沒有吃過耶 那你跟那個老闆很熟嗎 不敢說熟 但他 我在那邊吃了也不少時間 是是是 去光顧過的這個 呀 因為現在應該很難訂了吧 可以用你的二勢力嗎 哈哈哈 哈哈哈 應該沒辦法 我最沒辦法用的就是我的二勢力 我從來不 我很討厭用這個東西 對我有點DM 我不行我覺得 你知道我每次定位 我寧願跟一般人一樣一起排隊 你知道 你得到的才會更珍惜 你知道我常常去訂餐廳啊 然後我就說我姓唐 然後如果他認出我的聲音就OK 如果他認不出 他說喔沒空喔 我說喔喔對不起 或者是要等五個小時 一個小時喔 我說喔喔喔好 你這個還有一點點稍嫌要 想要讓他認出你的鞋 沒有啦 我就說唐小姐 對他們來說 他根本不知道誰是唐小姐 也是 可是等我到現場 他就會說 你怎麼不說你是唐老師 對不起對不起 我就說沒有沒有沒有 沒關係沒關係 真的我們是真的不喜歡 不好意思 對 然後我比較方便就是 但是你就是 我姓吳先生 這沒事 絕對不會認出來 你下次說 顏先生 不要不要不要 哈哈哈哈 你姓的人太少了 太少了齁 就兩個 你還有誰 顏成旭 顏成旭的顏是說話的顏 對 顏先生 或是顏凱太 顏凱太 嗯 嗯 欸 以後顏先生定位 都要特別的讓位喔 我都會說是吳先生 嗯 麵條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食至名歸 雖然維持米其林真的是 有一套他們的標準 然後近期其實也有很多人 很多歐洲厲害的餐廳 他們不願意再去承受這個壓力 對 對 對台灣來說 可能就是一種鼓勵吧 還蠻新鮮的 對啊蠻好的 嗯 謝謝你謝謝 多看一點正向的 我剛剛一定說錯話了 你吃什麼東西啊 沒有我一定說錯話了 我說你要不要用一下二次 你就照天證了 絕對不能 你覺得我們這種狀態也蠻強的 在我們身上 說錯話做錯事 其實那個懲罰都很明顯 限世報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天蠍也有一種 也會自我審查 就是我們自己也不會 不敢做壞事 不敢超 太超過了 不敢太超過 不敢太超過 嗯 嗯 不敢超過 你是用很 更 更高的那個 心態去看待他 我覺得這就是修行的一種 沒錯 對啊 而且以前 以前我 站在比較圈內長輩的那個 立場 哈哈哈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 沒有 前輩的立場 我就會覺得 亞倫可以好好的當他的偶像 就好了 為什麼要去爭扁實事 然後去突惹這些事情 對不對 所有的唱片圈的長輩應該也這樣想 唱片公司應該也會這樣想吧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 你應該是sense到時代在改變了 這個時代是非常喜歡有個性的人 sense到好像該改變 該改變 不是說我感受到 以前你已經不耐煩原來的狀態了 對 我蠻不耐煩的 我也是 因為其實說老實話 可能我這一輩年紀的小朋友 在念書的時候 對於我們的未來是抱著很多希望 而且也不斷的就是看到希望 然後一直走到現在會覺得 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好像以前的那種 振奮人心的事情 事件 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 負面的能量 努力就一定會有收穫的 這一件事情已經沒有 不一定了 對 已經不一定了 要是早一點知道 就問你了 嗯 要問我 就是 心向走到哪裡 他就是這樣 你也不要去違逆這個 嗯 太違逆他 所以我一直告訴大家的事情就是 我們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就是做好我們自己 嗯 然後顧好我們眼前 然後做發展你的興趣 因為只有一件事是永遠不會 不會被時代淘汰 就是你喜歡的事情 對 就能夠專注 講到這個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媽媽其實是很愛我 嗯 但有時候大家也知道 就是自己的 媽媽太過關心你的時候會 間接的變成一種壓力 嗯 那我也不忍信他這樣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 其實已經可以到就是 享受的那個年紀 相夫 對 但是他卻是時時的就是 掛心在我的工作狀態啦 在我的發生的事情上 然後我就 一直不斷地跟他說 你就是學你想學的事 你在 你把你就是年輕的時候想學 卻沒有學到 或是 在你這個人生的過程中 你想學的 但是一直沒有去實踐的東西 你去把它學起來 他最近學日文學得超開心 然後他學了 水墨畫也學得好開心 他就變得就是有自己的生活 然後變得有一些事情 他感興趣了 他可以填滿自己 嗯嗯嗯 我覺得這就是 大家現在應該做的 而不是每天在 專注在這些負面的事 你媽媽要怎麼做 獅子座 獅子座 所以他在為明年做準備 明年 對啊 火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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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象星座 就是這種準備的時候 而且通常是 先經歷一點挫折 他怎麼了 我家的貓 他怎麼了 對 他瘋了嗎 他奔跑耶 他常這樣 而且是以狗的那種瘋狂程度的奔跑 我養的貓都是狗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 所有的好事常會發生在壞事之後 譬如說他一定是憂慮到幾點 你才會忽然間告訴他 媽媽請你放下 對 然後你應該去做這件事情 有很多媽媽 他的這個束縛才能夠解開 你知道嗎 一定要小孩說出這句話 要互相幫忙 因為我們 我覺得我們常常最忽略的就是 家人的關係 因為太理所當然了 因為你就是我爸 你就是我媽 你就是我兒子 就是我女兒 而且那個位階就很明顯 他就覺得他是媽媽 他要操心 對 但殊不知其實我們更需要的是跟家人溝通 更應該花時間是家人這一塊 是而且因為我說我說的那個位階有變化 比如說慢慢的你已經長大成人 你已經扛起家計 你其實是比他們想像中更懂事了 那可是他們還是覺得我是你的父母 我雖然已經很老了 我雖然已經管不動你 但我還是要管還是要管 你應該適時的 就這時候親子有的人會用衝突的方式 我有過 有過會有衝突 然後最後才會變成說 好吧我承認你長大了 然後呢我承認 我應該要把焦點從你身上移開 我管你那麼多 你也不會為我而改變 你還是會好你的好 或不好你的不好 我覺得就是 父母也有一種 事實的給自己說一下 真是二孫福 沒錯 然後我該做我自己也說 傻人有傻福啊 不一定 一定要照著你的方式 才有可能會 安詳晚年 或是說有所成就這樣 沒錯 對吧對吧 對吧 他剛剛偷偷摸摸從裡面跑出來被我逮到了 好的 對啊 你剛剛在跑什麼 你告訴我 我也會這樣跟我家的狗講話 把他搬過來看 他沒有回答我 但他尾巴一直這樣 放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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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講 你 來養 看你養人像不像 像耶 都長得很漂亮耶 好可愛喔 他給你 他給你親耶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漂亮的貓咪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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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想吃生魚片嗎 可以吃嗎 不行吧 你看他沒有興趣 他其實沒有興趣 他只是批胖 嗯 所以你跟你媽媽 呃 這個溝通是發生在 兩年前嗎 還是一年前 其實一直 從四五年前開始 四五年前 慢慢一直一直 差不多耶 跟我跟我媽媽的衝突 發生的時間差不多 我大概是前年跟他合結的 你阿牧是 阿牧是有興趣的 處女是圖像 嗯 你覺得處女做比較 處女媽媽比較可怕還是 獅子媽媽比較可怕 獅子媽媽 哈哈哈哈 我也覺得 獅子媽媽是直接的可怕 而且面子這件事情 真的太重要了 嗯 太愛面子 處女媽媽是有一種 好啦好啦 會讓你去 可是又忍不住問很多 管很多 對對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 你幹嘛那麼煩心 他依附我說 他說放下了 放下了 但沒放下這樣子 但獅子媽媽是 你要給他尊嚴 你要給他肯定 嗯 因為他真的畫得很美 他畫水魔畫畫 我應該帶來一個很有才能 他以前就是 毛筆字就寫得很好 那你應該 剩一下你媽媽的作品 好不好 好下次帶來 你回去拍一張 放在我們這一則直播的下面 好啊好啊 給大家看一下 我媽應該會 一定一定 我會傻眼 好 好 我爸爸的書法也很不錯 可是他是本來就很會寫 嗯 跟你媽媽這種 後面再去把自己的強項 再開發不太一樣 對啊我會滿驚訝的 對啊 所以真的是潛力是 無窮的 然後也只有你自己 會讓自己停下來 你看 所以我其實建議所有父母 因為我今天在錄女人我最大的時候 林葉廷老師 他就問我說 我的兒子18歲了 他現在告訴我 他兒子18歲了 對 他其實他雖然看起來很年輕 沒有沒有 我知道 我知道林葉廷老師 只是上一次我碰到他的時候 他兒子很小 嗯 但青春期就是這樣 13歲到18歲才 18歲 才4、5年 但人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嗯 他說他的兒子 會跟他講說 媽你不用陪我了 我可以自己來 要不要去接你 不用去接我 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會很想不開 但是所有做媽媽的人 我真的可以跟你講 十八了 你看像雅倫的媽媽 嗯 雅倫的媽媽就被他鼓勵之下 就發揮了自己 你們在帶小孩的時候都 含辛茹苦的 全神 全心付出的 雖然小孩長大了以後 你很可能會一下子找不到自己 但是只要花一點時間 把他找回來 調適一下 你就會很棒 嗯 你就會回到像我們這種 沒有小孩的年紀 而且你心態變年輕之後 你的外在也會變年輕 所以媽媽變漂亮了 我覺得 變得很年輕 就是很有活力 嗯 很有活力這樣 很重要 很重要 我覺得 嗯 這個又可以講 延伸很多的話題 你知道嗎 就是對於結婚這件事情 很多女人就是 結完婚之後 就是一輩子奉獻在這個家庭 然後完全拋掉自己 這很偉大 但是我覺得呢 過程中我覺得 老公跟老婆之間 必須要去互相幫忙一下 就不要讓對方都變成 不是那個 原本當初我們談戀愛的時候 然後想結婚的時候 那個樣子 嗯 因為很多人在婚姻裡面迷失就是這個原因 嗯 比如說 而且 雙方都很委屈喔 對 男生覺得 我犧牲了 我犧牲了 對 我犧牲了我的自由 弄到自己出頭 嗯 對 然後女生覺得說 我也犧牲了 對 到時候 就會變成這個婚姻好像沒有這麼的 具有正面的意義 沒錯 然後就會後悔 嗯 那其實也不是說不愛對方 對 不是不愛 兩人會想結婚嗎 哈哈 對結婚有這麼多的想法 為什麼 你看周遭 覺得很擔心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自己身邊朋友也開始結婚了 喔 對 然後我其實有時候也會蠻擔心 因為有些人呢是因為氛圍的關係 嗯 他也結婚了 他也結婚了 那我是不是該結婚了 No 拜託 嗯 這個不要 沒有所謂該結婚的timing 還有 有的人是快分手了 所以我們要不要用結婚來救他 喔 No 那個就不行啊 還有一種 就是我們快分手了 可是我懷孕了 喔 這種是另外一種 嗯 其實說真的 我贊成你把孩子生下來 但我不贊成你結婚 如果 那我們後面好像就有一個這個 嗯 真的嗎 我說真的 結婚是結給社會看的 如果是你已經都懷孕了以後 真的 我覺得小孩你可以要 真的 有一天你不會後悔的 真的 但是結婚 通常就是比如說不要讓爸爸丟臉 對 嗯 或者是讓孩子身份證上有一個爸爸 通常都是為了這種理由 對 可是很多女生就這樣陪進去了 對啊 女生我覺得這樣太不值得 對 你是不是你有沒有覺得在婚姻裡面 女生陪的比較多 有一點齁 對 我老實講是這樣 因為很多女生 嗯 也有中期一個人生的目標 就是加一個好老公 嗯 我滿不明白為什麼 是 對 嗯那個是非常老一輩的思維 留下來的人 然後他又沒有想很多 現在還有很多年輕人也是這樣想 因為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 嗯 就會用這種想法 給自己一個逃避的出口 好像一個幸福的婚姻也是一個事業 對 但事實上它不應該是你的事業 它應該是一種 羈絆跟陪伴 嗯 這是真的比較好的婚姻 嗯 而事實上我們很羨慕那些貴妇對不對 但是我看過真正的貴妇 她是很累的 哈哈 非常累 真的 這樣的婚姻其實跟經營一個事業沒有兩樣 你要每天去就是把自己打理好 對 然後其實你要維持那個家 比如說誰來打掃 做飯 請客 都要有一定的體面 這跟開一家公司沒有兩樣 嗯 然後包括把自己打理好的這件事就非常的費神 是 然後還有 如果你是豪門的太太 嗯 老公的外遇 你要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哈哈哈 對呀 你唱歌了 我都不好意思叫你唱 你的EP唱給我們聽 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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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擁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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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錯段了 我唱錯段了 歌詞唱錯段 我知道你前 突如其來 我聽得到 我聽得出你的歌 而且我起Key太低 哈哈哈 你前面有一點 就是 嗯 應該說他害羞嗎 我很害羞突然被Cue 對 有一點害羞 然後又要強稱 然後就說沒有關係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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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而且又要又要 那個時候還停留在 吳庚林的狀態 突然就 來不及當爺雅倫 我懂我懂我懂 誒那你的EP什麼時候發 那我們就可以聽到了嘛 3月30號 所以還沒有 嗯 喔 可以聽了嗎 對啊可以聽了 喔那我們直接用聽的 來 雅倫你可以把這兩個吃掉 蛤 我吃飽了 把你吃飽了 好不要勉強了 已經有了嗎 線上可以聽了 沒有沒有 好 電台聽得到 電台 好我們來聽一遍 一條未經燃起 兩個人 我才明白流浪的路程 是為了雨 這首歌其實 剛剛也蠻呼應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 就是 你會遇到一個人 讓你突然明白 你這些人 流浪的原理 就是為了遇到他 然後你會想這個人到底 適不適合 或是 想問他願不願意 跟你到未來去 那這個未來一定是 在我的想法 因為是兩個人共同去 經營的 那兩天我覺得都要有所 付出的路 付出的路 對 因為中間一定會遇到 必須要去讓步的事情 然後必須要去妥協 或是做自己不想做的 但前提是 如果這個人是值得你不想做的人 那就去做 所以一定要有愛 對 一定要有愛 所以千萬不要為了什麼父母之命 父母之命是最不行的啦 對 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父母之命 你就會怪父母 對 日後不幸福就會怪父母 日後不幸福就會怪父母 還不是當初你比我嫁 還不是當初你比我嫁 當初你比我去 沒錯 但事實上人生很多的選擇 你當初聽他們的 那也是你的選擇 那也沒得怨別人 也不要去怨 沒錯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白色雪花不下 永远即将许下 你的明天 是深海的我 最选去的地方 白色雪花不下 像天空到地面那样漫长 终于你来到身旁 你就是我灵魂的渴望 天堂 原来在你眼眶 你望 拎在你的双眼 回忆的我 更是深刻意 现在是深海 这好适合当那个什么某某连续剧的主题曲 对 他很有情境 很好听欸 我第一次听到Demo的时候我就喜欢了 我等这样的歌很久 就是第一次听 就喜欢 而且Demo当时也没有用来的歌词 所以歌词是后来讲的 对 歌词是后来徐世珍老师的歌 那曲子是谁做的 林嘉谦 一个香港的色学人 很好听啊 还关心 你抢得到这首歌 你当时有被别人抢走欸 对啊 很棒 果然是沐昕 果然是沐昕 而且我还 同时我还也听到另外一首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就喜欢的 你这次EP有几首歌 三首 但那首没有在里面 那首我们之后还会再录制 OK 那这首有拍MV吗 有 什么时候发表 明天 明天 就是明天 明天 在哪边看 YouTube有吗 我的 你也会转发 所以到你的粉丝页就可以看到了 对 然后就会 就是 在YouTube上发表 对 因为我今天看到报纸都说 你拍这支MV拍得很辛苦 没有 他是在问我说 露营的体验 有 没有很辛苦还好啊 没有吗 没有辛苦啊 那为什么拍MV跟露营会扯上关系 因为在MV里面我们有一个场景是 我是是在流浪的 然后我在一个帐篷里 就是一个小帐篷里面 然后他就问我说 有没有帐篷的经 就是露营的经验 的经验 我露营的经验都不是很好 我觉得我天生不适合住在野外这样 有 就是 都市哪海 就是 室友有问题的啦 然后或者是有一次夏天云跟那个 爸爸妈妈出去 然后莫名其妙我妈就被那个一只蜈蜈咬 小蜈蜈那种很小的那种 就是因为在野外的关系 对 然后也有遇到 室友就是 半夜 起来尿尿 然后望着走 离远一点 然后就在旁边 我说哈喽 露营 那个没有隔 就味道会飘进来 对 天哪 就是其实你也遇到很多奇葩的事 或者是袜子很臭啦 你越怕你越遇到 对 我觉得是这样 每次我想说不要遇到不要遇到 就遇到了 就给我遇到了 对 就是这样 所以啊 命很硬 久而久之你自然而然 我就习惯了算了 所以啊如果要露营 现在有露营车嘛 你就买个露营车咯 可以 如果有露营车你就可以 要有WiFi机 好啦好啦 你还是住在你家里算了啦 那根本就别去露营算了 真的 可以啦 或 也许可以 WiFi机只是玩笑讲讲 但是 就刚刚我有说 我也蛮想去 嗯 就叫山明水秀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现在 去年以来 蛮疯露营的 你周遭有没有人就是 蛮喜欢野餐 蛮喜欢露营 因为过去三年 土星在射手 就是很喜欢这种 自由自在的感觉 我周遭就有很多人啊 开始买什么越野车 然后真的开始买很多帐篷 然后去露营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搞得不像露营 他们会有一个主帐篷 下面就是在那边 大家分开来做菜 然后也是很重视摆盘 对 然后也是会做什么意大利面 就是精致露营 对很精致的露营 很精致 然后会带city里面的这种甜点 去那边吃 然后还有那种帐篷是那种 蛮高级的 对 那这样的露营你可以吗 可以 就可以了 可以 不瞒您说 我去年 我也在跟我朋友说 要不要去露营 就是找那种有露营车的 然后可以住两天一夜三天两夜 而且我们非常需要 会照顾我们的人 我们天蝎需要被照顾 不要讲的好像很娇滴滴 但是我们 我们也可以搭帐篷的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徒手搭帐篷 我们可以为我们爱的人搭帐篷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 什么 这有什么好笑 我说错了什么 什么 没事没事 我会为了我爱的人搭帐篷 真的啊 没错啊没错啊 但是我们真的不喜欢太累 就大概到某个程度就该休息了 没错没错 我们也是想休息 就觉得应该要可以休息 如果 如果连想休息 都不能休息的那种 我们就不想完了 就不想吃了 对 我觉得我的生鱼片 也可以告一段落 我想吃柠檬塔了 请吃 你 你 我给你一半 不用啊你就切 讲成好像整个都是我的 我好大方 我给他一半 我可以吃这个小的 真的吗 对啊 哈哈哈哈 柠檬塔 好大一个 天哪我们今天吃超多甜点 对哦 我看一下 哎呦 我们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了耶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 嗯 欸我 嗯 好吃哦 哦 这个是什么 这是柠檬塔缩小版 那个杏仁片的 okok 好棒哦 我先吃 你喜欢杏仁吗 我也喜欢 尤其喝 喜欢喝杏仁茶 嗯 你发出来的声音很 很特别 嗯 哇这个柠檬塔好棒哦 你看它的切面 哇 你看 太亮了 看不到 嘿 就是黄黄的那个柠檬线 哇哦 奇奇你很怕看不到吗 来给你拍 天哪好好吃哦 你赶快吃 有人问这甜点是哪一家 我们没有要帮它打广告 但是它在哪里啊 它在那个 W Hotel对面的那间百货公司 哦 嗯 这样讲可以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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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面的百货公司自己找 它长这样就对了 蛤 蛮容易找它蛮鲜艳的 嗯 在F牌精品店的外面 嗯 嗯 你好聪明哦 嗯 蛮聪明的 哈哈哈哈 你如果从第一排走出来 它就在你的正对面 嗯嗯 嗯 好吃 真的好吃 好吃 他们家的这种小甜点 我到现在还没有吃到一个不好吃的口味 嗯 好 我们今天 跟亚伦聊得很开心 而且 我们都没有聊国家大事哦 哈哈哈哈 唱片公司可以不用担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是其实有一些是政治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有粉丝在问有没有那个见面会或签上会 哦 签上会 对对对 有吧 你今年只有一场对不对 嗯 所以错过这一场就没有了 4月8号 在西门町的联合医院广场 几点钟啊 笑一点 好 希望那天是凉霜空气 4月8号应该还算可以 嗯 诶 端午节什么时候啊 端午节 还没 还没嘛 那是清明的 那时候 哦 清明时节那时候 希望不要雨纷纷 4月几号 8号 8号 不是清明节 不是 5号才是清明节 5号是清明节嘛 联合医院广场 新门町 嗯 下午一点 欢迎大家来跟我 清明节后三天 去最小学的地方 哈哈哈 是是是 掃完木就来找我 是是是 那一点开始会到几点 签完为止 签完为止 签完为止哦 对 所以可以去西门町逛逛走走 然后看看 应该是会签完为止吧 嗯 但因为我最近 颈椎有一点问题 所以我可能会签 签一签之后 站起来要走一走 哈哈哈哈 老人家 你以往 你以往签的时候 最长最长 签了几个小时 哇 都签到一两点 都签到凌晨 天啊 之前 那你差不多签了四五千张 我觉得我有直商 真的会哦 嗯 那你的签名怎么签啊 我都是乖乖三个字 唐齐阳唐齐阳 你有一个很快速的 我有一个快速的 但后来你 因为你手 已经拴到 没办法控制 你会开始变很丑 然后你就觉得 对那些人 很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天蝎座的签名 都有我们的真心在里面 有我们的真心在里面 是是是 但你有一次签到凌晨一点 嗯 这很可怕 这很可怕 最晚有到四点 还有一次是 台中跨完年之后 来签 签在台中 签签签 看到那个凌晨的短光 那时候是最疯狂 最insane的时候 嗯 不过你要想一想 嗯 歌名也陪你到那个学 对对对对 我没有抱怨 我只是觉得很 超棒的 那代表你很有魅力 如果是我 签到晚饭的时间 大家应该都去吃晚饭 哈哈哈 因为就可以边开直播边签 然后又一边吃晚饭 你去住的 有有有 我后来有快闪 我就有开直播 这样子 嗯 你也可以考虑 到时候快闪直播一下 这样子 好啊好啊 看看雅伦的场面有多大 然后 那你那天 会让无根林出来吗 哈哈哈 其实他一直都跟着雅伦出来 常常哦 现在都已经是双胞胎 只是看谁 看谁 愿意 比较愿意做主 这样子 像今天来到这里的就是 无根林 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 对啊 那我家就是无根林了 对 我看过很多次无根林 所以你本名也改了 我本名也改了 哦 唐启阳这个名字 现在是我身份证上的名字了 对 然后我也有 问过我爸爸的意见 我爸爸说很好 我喜欢 真的哦 所以爸爸同意 爸爸什么行动 爸爸就双子座 对 双子座一定OK 真的哦 双子座对这种事情 与其说他OK 他不如觉得很有趣 有趣 然后爸爸同意以后 我在用了四个月之后 再去地藏王菩萨那边 问了 对 跟他说 我用了这个名字 所以 英朝地府那边的名册 名字也改过了 然后Facebook上也改过了 那你干嘛跟他讲呢 一定要讲的啊 哦 因为这样以后我拜拜的时候说 哦 我是住在哪里哪里的 谁谁谁 他们才听得懂 哦 快递才不会送错地方 所以你也 你也蛮 认同这件事情 我认同啊 就好像你觉得有前世精神是一样的 哦 诶你觉得吗 你认不认为有 其实我们蛮好奇的 有点好奇 当听到别人在聊他们去看了自己的前世精神的时候 嗯 觉得蛮有趣的 也有一点担心你的朋友被骗 对不对 就说不定他遇到了神棍之类的 好像还好 可是我因我我为什么会这样觉得是因为 有些事情太不可解 啊 比如说你遇到某一个人 你就是对他特别的有感觉 那说不上来 他又不是条件特别好 他也不是长得特别帅 可是你每次看到他 好像就有一根线连在一起 嗯 当然这种事情在心盘上是可以找到解答的 哦真的吗 比如说你们的某一颗心跟某一颗心是同度数 哦 嗯 然后那个牵连就很深 你可能可以找到这个解答 可是 在没有摘心之前你的感觉很重要嘛 嗯 那感觉是没来由的 你于是就忍不住去觉得 而且为什么会常常遇到啊 或常常连结在一起 那就是缘分啊 缘分 嗯 那缘分通常就是跟不可解的某一种基板有关系 嗯 我觉得啦 有自己有兴趣去听一听 嗯 因为有些比较 必须要知道的手段 可能要 你催眠之类的 那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进到那个催眠的状态 你应该不太容易被催眠 对不对 对 你有很坚强的自我 嗯 而且你的 你的防御性其实很强 很强 如果你不认同这个人 你根本不会让他靠近你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你来催眠我 应该可以 有可能 有可能 可是我不会催眠 我跟你一样只会讲道理 我们去学催眠好了 可学的是不是 可学啊 你作为一个偶像 你来催眠你的粉丝说 你们要用功读书 你们要坚强一点 催眠好的事情 是 他们应该会被你影响 其实你的魅力就是催眠了 你不用学了 对了 那你也不用学了 祝你那天牵一批 牵到半夜四点 这是祝福吗 哈哈哈哈 可以一点就好 可以一点 好可怜喔 嘿 那你要不要 我给你一个辣椒糕 就是它是 哈哈哈 你手腕扭到 真的 很有用 不用我现在不是手腕的问题 我现在是颈椎的问题 好 那我待会介绍一个颈椎调整师 哎呦 厉害 我不会告诉你们的 哈哈 因为他如果被约满了 我就做不到了 哈哈哈哈 好啦 谢谢亚伦 谢谢 4月8号 对 你们如果想见吴庚林的话 4月8号 最想去的地方的EP的签名会 在联合医院 西门町联合医院广场 然后3月30号正式发行 以及你现场会唱吗 会 会唱 明天MV就正式上了 明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MV了 去看一下 你满意吗 我还没有看完 我自己还没有看完 你只有看到初简 对我只有看到初简 那初简你满意吗 初简我满满意的 OK 那就好啊 如果不满意的话 而且你们看了 还搞不好以为我们出国拍 真的喔 但是是在台湾拍 台湾拍 台湾很多美的地方 想知道 吴庚林对这支MV满意不满意吗 颜亚伦的粉丝也 如果他不满意他就会吐槽 哈哈哈哈 我对他有信心 哈哈 如果没有吐槽 那就是他很满意咯 对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 对重点是这首歌很好 对 超级好听 他是主打歌或主题曲的本集了 嗯 你很喜欢吧 很喜欢 今年的代表作 今年的用心之作 用心之作 那 呃 今年我问你啊 出了这个EP以后 他会不会带给你 比如说后续你开始会去上节目啦 或者是要把它衍生出什么东西来 有这样的计划吗 衍生出什么东西 有人说像演唱会这样的吗 嗯对 还没有想到这样这件事 还没有想到 把我还没有很久没有做的宣传做好 很久没有做的宣传 好的 对 祝吴庚林有点耐心 有有有 希望我自己有蛮多耐心的 有有有 我也希望 你可以的啦 我可以 今年要相信一件事就是 上天对我们天线还蛮好的 好 对 所有好的不好的都是好的 好 真的 连不好的事都是好的哦 因为他后续会有一些化学效应 嗯 然后就反而带给你一个很棒的事物 嗯 所以任何事都是好的 嗯 我现在对于好坏的事情没有去想那么多 嗯 因为我真的也觉得 其实是发生 大家理性上觉得不好的事 嗯 他也会带给我们一些 不一样的动能 嗯 所以 我知道啦 理性上不好的事还比较能理解 但我觉得 如果我们遇到讨厌的人也要这样想 这个有点难对不对 但是也要这样想 我想想看 上天把这个二百五带来 一定是为了磨练我什么之类的 之类的 我想想看我现在有没有讨厌的人 对 好像真的还好 真的还好 最近不知道怎么的 转性可能快要出家了 哈哈哈 所以人家说你有得到春天的命像啊 谢谢你哦 那个 那个粉丝是 真的 他觉得你有在等待 你有在修行 他 你也知道宣传没做吧 以前 很久没做了 真的 因为没发专辑跟EP啊 那也没办法做 有人提到内地的综艺 你有去上吗 综艺有 有在计划 有在计划 然后过一阵子也会去内地宣传 嗯哼 也会去宣传 对 会宣传到几月 目前安排是半个月的时间 对 半个月的时间 那还好 然后施惠丽说 吴庚林你跟田富珍合作啦 有跟那个 哦 师姐啊 对 有合作计划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很配 你们两个如果合作 唱片也好或干嘛也好都不错 对那因为那 有一次我去看他演像会 然后突然他就是开始步道 我就说哈 对不起我笑对不起 抱歉哦 我刚刚因为有点喷口水的关系 应该这些都是我自己吃掉了吧 就留给你了 好的好的 你就不方便再吃了 我就不方便了 你确定你没有把他吃完吗 哈哈哈哈 也只有我能吃了呀 嗯 你说你说你师姐开始步道 然后我想说 欸 發生什么事情 就是 我懂我懂我懂 我完全懂他在台上的那个 处境 所以你们很像啊 你不觉得你们配吗 那某些程度上是很像的 是不是 所以有没有可能合作 唱片公司有没有机会让你们合作看看 能合作当然最好 但我不知道 因为师姐她自己 蛮多自己的计划的 对她有她自己的计划 而且她也有一个女子团体嘛 对 然后母羊座 三十 今天她三月三十生日 她也不受控 对 她比较自由一点 嗯 她的心灵层面比较自由 你比较不自由 我呀 嗯 我也蛮自由的 我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天蝎真的会先体贴 会先忍耐 然后最后才浴火重生 嗯 嗯 简单讲你们还没有惹怒五根灵 如果惹怒了他 为什么忍不忍 我们一定要忍无可忍 我们才会那个啊 为自己说两句话啊 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很重要 还好现在 因为你现在不忍了 所以你就没有忍无可忍了 因为我都 开始不忍了 对 然后我也把所有的都抒发掉 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是是 但是我很期待你改名字的那一天 我希望 我第一个跟你说 好 那其实新年也蛮多人 大概笃定我百分之九十会 会改这个名字 对啊 大家投票好不好 喜不希望他改名字 我改名字能接受吗 发表意见 谢谢 让他知道说 改名字挺好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 你也 你最在意的就是大家的感受了吧 没有 我在意我 连官方说法 都不愿意 都不愿意讲 你今天真的是无可忍呢 无可忍就会这样 没有这个事情是 因为我觉得名字是很私密的啦 对不对 你要拿出来用就不私密啊 我知道我要拿出来用是很不私密的事 但是 在我的感受上 我要去改变它 或是我决定以什么样的名字出来 这是一个很私密的感受 在你已经是封重人物了 对对对对 有时候我们就被迫要把我们的私密解释一下 哦 就好像我那时候改名字啊 记者也问我 你为什么会想改名字哦 然后我就懵了 我就想说 为什么哦 为什么呢 突然问起自己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其实真的没有为什么 我也许就是跟那个好朋友老师 然后我们坐下来 他就说 嗯 我觉得你该改名字了 我就说哦 好啊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名字 然后很漂亮 我说这个名字太漂亮了 我不敢用 然后就把它放了两三年 然后有一天我就说 诶 我想改名字了 就这样子 整个过得非常非常的无聊 所以 唐琪亚放了两三年 放了两三年 然后突然之间你觉得 诶 可以了 就合起来了 因为他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名字 你是要改回你的旧名字 那不一样 我是有了一个新名字 好玩的地方在于 我以前对我自己的本名 我不是那么喜欢 嗯 但不知道这几年开始觉得 我好喜欢他 嗯 因为你还 你没有办法成为你自己 然后有了 闫亚伦这个 一个假的账号 嗯 你就进去了 哇很喜 假账 假账号 然后你在演闫亚伦的过程当中 你终于知道吴庚林要什么了 所以你想要带着闫亚伦 回来吴庚林 嗯 差点要哭了 嗯 因为我讲对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感受 就是如果 你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边讲 对听众朋友们是很抽象的 嗯 但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会 知道你讲的是你自己自身的那种感受 然后套在我身上 嗯 其实同样的经验也可以套在很多人身上 就是 有些人会 人在福中 不知福 嗯 然后呢 就一定要分开了以后才会觉得 啊 有他真好 嗯 然后 可是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因为不经过这个过程 你不知道他有多好 嗯 所以 失去以后 再再回来的 哇 就会很珍惜 我也很希望有的人就是 如果你是这种属性的人 那 就勇敢的回头没有关系 真的真的 因为有的人就会不好意思回头 或觉得就过去了 嗯 你都已经知道谁是最好的 或者是 你在吃 你在讲是回头吵这件事吗 很好啊 我觉得 我觉得OK耶 嗯 我以前不行 但我 没有我们 我们如果是被背叛了就不行 那当然 那谁都不行 对对对对 以前也不会想要再跟 即使是没有发生任何关 就是任何不好的事情而分开的人 嗯 也不想吃回头吵 因为以前是不行 现在我觉得 why not 对 因为他们 如果有成长 彼此在去检讨过去那段 往事的时候 也会去针对这些事情去做改变 嗯 那再次相遇 或许也是一件好的开始 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会这样的天蝎 已经进阶了 哦 哦 我们就是T7 2.0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2.0这个词 还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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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了各位可以给我们意见吗 就是要不要他改回 哦已经有人说 4月8号签唱会见了 好的 然后会说你会出专辑吗 专辑 对 因为这次出EP 有某些粉丝朋友自己 他们不太理解为什么只出EP这样 等了这么久 对 但是我觉得 这三首歌 我觉得EP更精准的是我想表达的事情 你也不想要烂于充输 这三首都是你最爱的 对 有点这种感受 然后也 对于 作曲 真作词人 嗯 相对来说也是一种尊重 嗯 对 你不会是 你这个东西还可以 所以我放在专辑里面十首中的一首 嗯 就让你这样子被 过去了 消灭掉了 消耗掉了 对啊 那我还不如真的 把我很想做的方向 比如说下一张的单曲我想做的是 修复 一种 类似像Coldplay的歌曲 Fix Me的那种氛围的感觉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 伤很累累 嗯 需要 疗愈 对 嗯 现在每一个人都是 生活在不信任 恐惧 然后 对你是疗愈系的 其实 嗯 你之前做的事情 其实是代替大家把心情说出来 嗯 让大家有机会发泄愤怒 嗯 然后这一次 就开始疗愈吧 嗯 对啊 就是所谓的浴火凤凰 没错 大家都值得 重生的机会 都值得重生的力量 那样子 你这段话好感性 感性到我连甜点都放下来了 哈哈 找不到时机入口 哈哈哈哈 原来甜点也有入口的时机啊 哎呀 哈哈 有人说台中有签唱会吗 没有耶 只有台北一场 全台唯一一场 然后也有非常多大陆网友说 来啦来内地啦 会会去 都会去都会去 都会去 会嘛对不对 会的 所以不用担心 也有在跟公司讨论说 要不要去 现在朔博吉纯的一些唱片行走走 嗯 因为唱片行现在真的是 也是很辛苦 也辛苦 嗯 然后也有人说 田富珍来敲木鱼 干嘛呢 为什么要敲木鱼 因为他在紧张会开始 就是拿那个木鱼在敲 哈哈哈哈 太特别了 真的太特别了 很可爱 OK 好的 而且有人说 哈哈 你得罪的人还会少吗 哈哈哈哈 好 谢信华说 能表达自己的作品都是好作品 不要为了商业而做 他们懂你 嗯 他们知道你 嗯 大家其实都很知道你 了解了 是 因为我都 我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不能用亚伦来叫你了 我怕你不舒服 我不会啦 不会齁 还可以 还行 因为 对 要看人叫 看人叫 好 你们还可以继续叫他演亚伦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 谢谢大家 记得4月8号 4月8号 西门丁 让他签到凌晨4点 哈哈哈 你到底是希望人多还是人少啊 当然是希望人多 好 对 我会努力签 然后也希望是好天气 嗯 不要飘雨拜托 对 我感受一下 你不是雨神 你不会的 你不会的 对 你会找像 静人在吗 对 你找他就会下雨 你不要找他 你那一定可以安排个度假出去玩一下 好好好 如果我在 我那时候没事 你帮我跟他说一下 对对对 好 他说见啰 拜拜 我们要继续吃了 这些甜点都是我的 拜拜 没差啦 OK啦 拜拜 拜拜